那說完優點之後啊 我們也來聊聊就是 我覺得黑雙悟空 他可能有一些不足之處 是什麼呢 你問哪些點是值得我們注意 或者是我們自己在做遊戲的時候 可以應該要避免的東西 第一個就是玩法變化比較少 就是有時候想說 老師你剛剛不是說 他的變化很多 一直給新的刺激嗎 對 以關卡來說 以關卡式遊戲來說 他做得很好 一週末的時候 沒有任何冷場 30到50個小時之間 整個遊戲是非常流暢 但是如果你要深挖這個遊戲 像愛爾登法華那樣 玩二週目三週目四週目 以至於七八週目的話 你就會發現 黑神話悟空他的武器是只有一種 然後三系天賦 你玩劈棍 玩戳棍 甚至玩力棍 力棍可能就是情懷用的 主要比較多人玩的是劈棍跟戳棍 你會發現 我可以換 我可以換兩三套打法 但其實這兩三套打法 實際上我80%的時候 做事情其實是一樣的 我都是先清棍連擊 或者是棍花連擊都可以 去斬棍式 然後棍式滿了以後 打一發大的出去 把這棍式消耗掉 去打個大的傷害 不管我選的是劈棍也好 我選擇抽棍也好 差別就在於 我劈棍是用試破去破對手的攻擊 戳棍是用比較類似閃避反擊 退寸的完美閃避 去反對手的攻擊 那其實我要抓的時間點 其實差不多 大同小異 我平常 該斬棍式的時候上去打的時間點 基本上是一樣的 然後我該滾的時候就是一樣滾 然後我該 就是變成說一個是 用劈棍去破一個用退寸去破 那其實我基本上做的事情是 差不多的 不像法環 法環這類遊戲是 你換個武器以後就會發現你的打法 基本上差很多 你可以玩用匕首 匕首玩碎步 或者是你可以雙 你可以雙持大劍玩跳劈 那你也可以用劍盾玩格擋反擊 甚至你玩禱告的 玩法術的 那玩法都不一樣 他會你的 戰鬥流程中 可能有80%的時候做的事情是不一樣的 那反過來說 黑神話悟空呢 你武器選擇相對少 然後在打法上其他可以往下挖掘的部分也比較少 但是我們這邊說的是 New Game Plus以後的事情嘛 那有法術但是比較少 而且中後期Boss都會針對你 所以 然後以及我們有道具 但是道具對戰局也沒有決定性影響 比如說像 像隻狼吧 你可以丟瓦片 破人斷人家攻擊 或者是說你可以 我很喜歡做的就是噴油再放火 去點火 那黑神話悟空裡面就沒有這種 有決定性影響的道具 那綜合集點起來 然後你就會發現其實 雖然我們一週目的體驗很棒 但其實到了二週目以後 你會發現我做的事情好像都差不多 然後你再把它攤開來看 不同玩家之間 你選擇不同玩法的玩家之間 他在同一時間內 做的事情其實都是大同小異的 就是他其實核心玩法抓得很好 但是變化性 仔細看他的變化都是比較偏 趣味性的表層的 好我又五十幾種 五十四還五七種 五四種吧 五四種金怪 好每一種金怪我都可以叫出來放一種技能 那實際上叫出來放的時間點其實都差不多 不管你帶哪一隻 你幾分鐘內都只能叫一次 然後你都只能抓王的硬直的空檔才能放一下 然後打一個比較大的傷害 基本上是這樣 有不一樣的 但是基本上都是類似的用法 再來第二個是劇情的部分 劇情這邊 我思考了很久 決定還是把它放在可以再進步這邊 有同學就會想說 老師你剛不是說他的敘事很棒嗎 其實劇情跟敘事是不一樣的兩件事情 劇情是什麼 劇情是故事 那敘事是什麼呢 敘事是講故事的方法 那我認為劇情有哪些部分是可以做得更好 所以才被放在這邊呢 第一個是他的表達手法是比較隐晦的 怎麼說呢 他有很多想講的東西 嗯 不知道是不能講還是不敢講 還是不想講 就是不講出來 那乃至於他到結局 一直到結局都沒有講清楚 天命人跟大聖 到底是不是同一個人 天命人為什麼要踏上這個旅程 然後最後他 你哪怕真結局 他也是一個偏開放的結局 他用了一系列的暗示去暗示你說天命人可能是什麼樣 可能跟大聖的關係是怎麼樣 但他就是不明講 他很多部分都是很隱晦的表達 而且他很依賴玩家對原住的一些角色的理解 以及對原住的一些設定的理解 比如說我們蜘蛛洞的一張 蜘蛛蜘蛛精打完那個蝎子以後 豬八戒不敢認女兒 轉頭過去 叹了口氣走掉 這個東西啊 我們對於西遊記比較理解 以及我們在這個文化脈絡底下長大的人 是可以理解的 我們知道他怕了 他知道不能再爭了 不能再去跟天庭或是來去林山對抗 他如果出手去幫子豬兒的話 也許只會害他跟他女兒害得更慘 所以八戒選擇探了口氣走掉 不相認 但是對老外來說 他一沒有看過西遊記 二他有跟我們之間的文化是 文化背景是不一樣 有一個文化隔閡在的時候 我就看到有個老外玩家 玩到那邊他很生氣 他就看到豬八戒探氣就要走掉 他就 What are you doing 八戒 You should protect your wife 八戒你在做什麼 你應該保護你老婆啊 對啊 就是照我們 如果不了解這些背後種種的事情 種種邏輯的 你一個 在這個老外玩家的立場 你看啊 你一個男人 你連自己老婆都保護不了 你探口氣就走了 女兒在那邊你也不敢去認 你就走掉了 你這樣算什麼 你不可以這樣 那個玩家 他看得很生氣 因為他們的文化裡面 他們認為 我就是要 遇到這種事情 我就是要抗爭 我就是要爭到底 但是他不知道的是在 西遊記 9981那這一路上 唐僧他們一行人 被磨的 被磨的有多慘 然後被林山 被天庭玩的有多慘 那他也不知道就是 對豬八戒來說 不管是牛魔王 或是孫悟空 他們抗爭過後 下場是怎麼樣 下場 他他會認為 豬八戒會認為說 我再去做任何更多的事情 都只會讓事情變得更差 所以我選擇 為了你們好 所以我選擇離開 但是像老外他們就 不會直接get到這點 而 黑神話悟空呢 在這點裡面 也是用很隱晦的方式 在表達 他也沒有明確的 把這件事情說出來 所以就造成 玩家跟製作方的 這一部分互相不理解吧 所以我會認為說 這款遊戲竟然有野心 我們這款遊戲有野心 想要推到全世界 你既然都做到3A大作 你想要推到全世界的話 那就不能 可能就不能只考慮到 中華文化圈的玩家 對西遊記的理解這部分 你可能要考量到 如果我沒有看過西遊記的玩家 在玩到這些段落的時候 他要怎麼去了解這故事 背後真正想說的事情 這點我認為是 應該要考慮進去的 那再來第三個 就是我覺得 雖然說是西遊記改編 但是改編的部分 其實參考的2創 乃至於3創的元素 其實有點多 我們先看一下下面這張圖 假如我們說 假如我們說 這個灰色底的長方形 是黑神話悟空的整個故事 跟敘事的內容 你會看到就是 當然還是以原作為主的嘛 在咖啡色原作這邊的話 就是基於 基於原作進行的改編 那這部分大家玩起來就 沒什麼問題 就覺得很棒 那有一些他卻不是從原作改編的 他可能是參考了 其他的2創作品 比如說 悟空傳 比如說 大話西遊 然後再從這些 再根據這些東西 再根據這些2創的作品 再去重新創作 然後你可能叫他3創 或者是再創作什麼的 那這點就可能會出現一些 玩起來可能會 玩起來可能就有些玩家 就是比如說我沒有看過悟空傳的人 或是我沒有看過大話西遊的人 玩到這邊的話可能就會不理解 比如說他遊戲裡面一直一直在暗示 雖然悟空跟白骨精之間 可能有過一段戀情 但是 原作裡面沒有這個東西 然後你看到這個 看到這個東西的時候就會覺得 到底為什麼 就是不知道從哪裡來 然後給了一堆暗示 然後也眉頭沒尾的 一開始沒有講清楚 然後最後也沒個交代 就這樣沒了 你就會覺得有點怪 那還有一些 就是比如說從 悟空傳來的改編的 或者說 精神上致敬或模仿的部分 你在沒看過悟空傳的人 在玩到這個部分的時候 可能會覺得 有點不適應 為什麼二郎神是那個 要死不活的樣子 為什麼 就跟我們認識的 不管是在西遊 或風神裡面的二郎神 好像都不太一樣 楊簡不是應該 要無揚威的嗎 他怎麼是一個 要死不活的樣子呢 就會覺得很不適應 這一點呢 我會覺得說 如果改編的時候 有參考或致敬這些元素的話呢 可能比較好的做法還是 要把中間脈絡解釋清楚 你說 在西遊結束之後 又發生了一堆事情 導致於 導致於這些角色 變成後來的樣子 合不合理呢 當然也是說得通的 但是 究竟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讓他們變成這個樣子 我覺得不能說 好 比如說悟空傳講過了 所以我就不用再講一次 大家都知道 其實不能這樣 因為畢竟是一款 西遊記改編的 故事 畢竟是西遊記改編的故事 西遊記改編的遊戲 而不是悟空傳改編的故事 不是悟空傳改編的遊戲 所以如果你有參考或致敬 有參考過悟空傳的 這些角色的心理活動 以及他們的變化 導致於你的遊戲的角色 的精神狀態 跟他有點相似的話 我覺得這個 中間觸發的 這些事件的 他的改變的過程 還是 最少要簡單交代一下 會比較好 好 再來 第四點 我就覺得 遊玩體驗跟劇情之間 其實是有些矛盾 那我們剛剛說 他的戰鬥的核心玩法 跟他的 跟他的角色是很貼的 對不對 反過來 到劇情這邊的時候 他反而是有點矛盾的 因為我們玩法是爽快戲的 孫悟空嘛 猴子嘛 呵哈嘿哈 然後呱呱打 然後哇哇亂叫 然後一通亂打 很爽 但問題他劇情不是 玩法是爽的 那劇情反而是 往下走的 一直盪了 一張一張過去 第一張第二張 第三張 第四張 一直往下走 一直盪一直盪一直盪 越來越 越來越 猶豫 越來越 越來越 陰謀的那種感覺 反正就是我 千辛萬苦打完 很爽的一場戰鬥以後 我的劇情又往下走了 就好像是 我做了什麼 努力都有一種 徒勞的感覺 那 我不能確定 這點他是 沒有思考到 還是 有意為之的設定 那我只能說 我在玩的時候 我覺得這兩部分 是割裂的 我認為比較好的 我個人喜好認為 這點要做的比較貼 比較好的 比如說像 隻狼 隻狼他的戰鬥是 非常困難的 非常痛苦的 你如果不會玩 然後或者 一哥不小心 連打一隻小鬼都可能被打死 他戰鬥的難度是非常高的 那他劇情也是 漸漸走向絕望 走向 隱藏的瘋狂 那我覺得他就很貼 很好 或者是說 真三國無雙系列 乃至於任何無雙系列 你就是一個 超強的 超強的武將 然後到處斬菜切瓜 然後小兵就幾十個 上百個過來 你就 一刀過去就倒一片 一刀過去倒一片 是很爽的 那 遊戲結局呢 不管 我們說真三國無雙 每一張 你不管操作哪個武將 他最後周圍的點都是 好的點 周瑜你可能收在 收在赤壁結束 然後 展望將來動物 可能可以一同天下 對吧 那 黑神話悟空在這一點呢 就是 呃 我覺得就是 就是比較可惜啦 他的 體驗 劇情體驗 玩法體驗是爽的 但是他的劇情是往下盪的 所以就給我有一種 割裂的感覺 再來呢 呃 黑神話悟空 他的致敬和模仿的要素啊 是比較多的 如果大家有玩過 戰神跟之狼的話 你會覺得我會說 系統架構基本上就是 戰神加之狼 大家應該不會有任何疑問 那 除此之外呢 動作演出和敵人設計呢 我們也看到很多 學習模仿的痕跡 比如說2020年 他們推出的這個第一支demo呢 打靈虛子 一隻毛茸茸的巨大生物 那我們那時候 第一眼看到就覺得 欸 這不就是 隻狼的屍原嗎 好他看起來就是 有87%像 尤其是他地上那個翻滾的那些動作 他簡直就是 一模模一樣樣 絕對是 參考學習他來的 那這個類似的東西啊 在遊戲裡面其實 非常非常多 你就就是你玩到某個地方 可能就會覺得 欸 我在其他遊戲看過類似的東西 就是會有很多似曾相識的感覺 再來就是引導不佳啦 第一個最受到最多玩家詬病的點 就是空氣牆的邏輯 那黑神話悟空 他空氣牆的邏輯是什麼呢 我最後總結一下 他空氣牆的邏輯就是沒有邏輯 好我在同樣的 在一個看起來是懸崖的地方 走過去有三種可能性 第一個是我走過去 有空氣牆擋著 我過不去 第二個是 這個懸崖 沒有空氣牆擋著 我往下 可以跳下去 然後 還有路可以繼續探索 第三個 這個懸崖 我走過去 沒有空氣牆 然後我跳下去 摔死 大家理解嗎 這三個裡面 這三種情況裡面 哪怕少其中一種 哪怕少了 少掉其中一種 你都會覺得 他是有道理的 三種裡面 你任何一種拿掉 這三種 這三種三件事情裡面 只要有一種拿掉 大家都會覺得 你的空氣牆是有邏輯的 是可以理解的 但你如果三種都 都並存的情況下 就是 會讓人覺得 不知所措 我不知道我該 我看到懸崖我該怎麼辦 最後的做法就是 好 那我就貼著搶走吧 如果能下去 我就下去 希望我不要摔死 就這樣 因為我也 不像像 魂系遊戲的話 它會有一個發光石 對不對 我發光石 我從懸崖那邊丟個發光石下去 石頭碎的話 代表跳下去會死 石頭沒碎代表可以跳 那我就可以判斷 那黑神花武功沒有給你類似的東西 所以就只能用 肉身去嘗試 再來引導的另外一點 是 關卡的視覺引導 這一點是我覺得比較 奇妙的一點 因為怎麼說呢 有一些地方 比如說我走進 我打完某隻BOSS 然後走進某個山洞以後 我會首先會看到 洛家相騰 就是很明顯 它是一個重要的寶物 我會看到那個寶物 然後拿到以後 轉頭要走的時候才發現 出路在右邊前面一個細細的地方 也就是說 我從走道走過來的時候 我第一眼看到的只有 他希望我看到的那個寶物 然後我拿了以後 我才會看到出路 這隻眼是非常好的 經典的遊戲關卡設計 但是 但是奇怪的是 它不是每個地方都這樣設計 然後有很多地方它又是 做得很像 連續好幾個很像的路口 然後我前後左右看起來又 就很類似 比如說那個 烏龜的背上 那邊真是走到有點 不知所措 好吧 像我是比較路痴型的玩家 我走到那邊的時候 我整個就是 我 我唯一一次想把遊戲關掉 不想玩的地方 就是在那邊 因為我就 看來看去 因為都是 類似的素材 然後 可以用 火或是形狀 或是顏色去做引導的部分 其實 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故意做的還是怎麼樣 就是不做 就是沒有 就是沒有一個引導 就是讓我知道說 我往哪邊走 接下來就會是對的路 沒有 看起來都一樣 然後 中間又四通八達 所以最後繞了很久才繞出去 所以說 我就覺得關卡的引導上 給我一種很奇怪的感覺 就是有地方引導很好 有的地方引導很爛 那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 但是就是 以純粹 遊玩 然後回頭 玩完回頭去分析以後 我會覺得這個部分 給我的遊玩體驗 其實 並不好 就是 既然是做線性關卡的話 那我就會期望它是 當然不是說真的想要走一本道 有一點探索當然是很好的 但是 探索的前提是 我們玩家可以輕鬆的定位 自己在什麼地方 要嘛就是有那種 像魂系遊戲的發光石 我可以自己留在地上 確認我這個地方我走夠沒 要嘛就是你的關卡的識別度 要做得夠高 比如說像 戰神 戰神好了 戰神也是關卡式遊戲 但是你在戰神的關卡裡面移動的時候 同一個關卡裡面 你可以透過視覺的元素 很明確的知道 自己在一個地方 是你來過還是沒來過 這點可能就是 關卡設計的 功力的部分吧 那這個其實 也不是說想要苛責 黑神華悟空 畢竟他們也是第一款做 這樣子的單系遊戲 那當然也還是有 更多的進步空間啦 好 那 最後我們發現 即使有 我們提出了種種的可以改進 種種的缺點 種的可以改進的部分 但是呢 你問我這款遊戲好不好 我會跟你說 欸我覺得好玩 推不推 推 好玩 所以我們發現一件事情 只要遊戲夠好玩 所有缺點 都是可以被玩家忍受的 我們一些剛入門的遊戲人 可能會陷入一個誤區 就是會把 遊戲的好跟壞 分成兩個部分 把它好像當作一個天秤一樣 做的好的放在這邊 在好的那邊放個砝碼 做不好在壞的那邊放個砝碼 然後最後就要 比一下重量 好的比壞的重就可以了 其實不是這樣子的 還有另外一種誤區 就是新手遊戲人可能會覺得 欸我的遊戲不可以有短板 每個部分從玩法到畫面到劇情到各種大大小小的系統 我都要做到不錯以上 其實也不是 其實我們遊戲只要有一個 最少有一個大的亮點 玩家就願意去忍受他比較其他不OK 比較不OK的地方 尤其像我們做獨立遊戲 或是剛起步的團隊 通常玩家會對他們就會更包容 會更包容一點 比如說黑神話悟空 我們剛剛說空氣牆 說一些引導的部分 大家罵歸罵 但是還是提出建議 鼓勵你下款遊戲做的更好 並不是說你這部分做的不夠好 我就生氣退款不玩 並不是 因為他有更多很好的地方 值得我們去 而且我知道你們這部分可能比較沒有經驗 但是我們希望 我們作為玩家會希望你下一次把這個做好 沒關係 但是你其他地方很棒 我們還是要給鼓勵 其實是這樣子 玩家對遊戲的喜愛是這樣子的一個邏輯 這邊我舉兩個例子 都是我蠻喜歡的遊戲 一個是殺戮尖塔 殺戮尖塔美術風格是比較 比較素一點 比較素一點 基本上就是素人化 素人化的畫風 他的畫面如果出現在大場遊戲裡面 就是一定會被直接噴爆的那種 但是我們在玩殺戮尖塔的時候 其實我們不會那麼在意他的畫面 對不對 為什麼呢 因為他很好玩 而且殺戮尖塔的主要製作者 他只有兩個人 遊戲都這麼好玩 你還要求畫面要很棒 是不是有點搶人所難 那再舉第二個例子 另外一款遊戲叫做 天碎之孝道姬 他也是只有兩個人做出來的獨立遊戲 但是孝道姬的畫面 他就很棒 他是有點那種日式卡通動漫的感覺 那相反的 孝道姬的戰鬥系統就是 還OK 還OK 他不到差 絕對你不會說他戰鬥系統不好 但是也沒有到讓人非常驚豔的地步 那孝道姬他自己賣點 是圍繞著 種到這個概念所展開的各種系統 你會真正在遊戲裡面體驗 春更夏雲 秋收冬藏 真的很有趣 你春天夏天不好好種到 都一直到處探索打怪 那你冬天的時候你就沒有東西吃 只能喝水 色色發抖 然後屬性的會下降 真的很好玩 那這兩款呢 都是銷量破百萬級別的獨立遊戲 各有各的支持者 那從這邊我們學到什麼呢 我們學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獨立遊戲呢 請把你遊戲的核心做好 把你核心抓好 你在做的 我們在做遊戲的時候要問自己 我們遊戲裡面最重要的一個亮點是什麼 我們要把這個亮點做到極致 你只要可以把這個亮點做到極致 做到非常棒非常好玩 如果是玩法的話就把它做到非常好玩 如果是畫面的話就把它做到非常精緻 非常棒 或者是非常別緻 不管你走什麼路線 你只要把你這個亮點做到極致 玩家呢就會為了你提供的那個很棒的亮點 去包容你遊戲其他的不足之處 相反的 如果你是一款各方面都還OK的遊戲 那很有可能就會凸顯不出自己特色 就泯然眾人之中了 那我這邊舉個例子 你現在不管是用什麼 用UE或用Unity 你套一個 要麼套個藍圖 要麼掛個Plugin 你就可以做ARPG了 很簡單啦 東西掛一掛 套進去掛一掛 然後素材兜一兜 你很快一天之內 你就可以做出一款ARPG了 那它 特色是什麼 你這樣可以量產 你甚至可以一天做一款 一年做三百塊 那你這個遊戲裡面有什麼特色嗎 有什麼特別是 跟其他ARPG不一樣 就為什麼要選擇你玩你這個遊戲 跟不玩其他遊戲呢 哪怕你把每個系統都有 欸我可以打 可以割檔 可以反擊 誰可以滾 可以換裝備 可以放法術 那我就做完了一款ARPG 我就做出一款ARPG了 但是我如果沒有一個核心的 我沒有一個靈魂在 我沒有一個核心的特色在 我沒有一個 非常難以忽視的一個特色在的話 那我這款遊戲就是在 市場上 就是直接被淹沒在其他遊戲之中了 所以這點要大家要記得 我們自己做遊戲 最重要的就是你的特別之處在哪裡 把它做好玩 把它做好做大 其他的把心力集中在 最特別最好玩的那個點上 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 就像我們剛看黑神話悟空吧 他把遊戲做好了 核心做好了 他的打法很猴很爽 然後畫面很棒 然後他把 傳統文化跟中國風的部分 拿捏得非常棒 這樣就夠了 這樣子 大部分玩家玩玩都是心滿意足的 他在Steam上96%好評 就是這樣就拿到了 你不用把每個點都做很棒 即使他的空氣牆 讓他引導 或是他劇情上有一些 讓大家有爭議的點 都沒有關係